好,那我們今天主題的話是這個,對不對? 準備跟影像處理軟體說拜拜吧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 現在其實軟體的部分 占的比重會越來越降低 當然不代表說專業處理不重要 而是專業的它才需要用到軟體 但是我們一般的使用者 你即使不要用軟體 也可以做出專業水準 所以,那這個呢 你在做這個之前 我先給您看了這個部分 看了這個部分呢 是現在其實我們語音的辨識啊 其實說真的現在是蠻成熟的 所以如果說像大家現在應該 我想各位的工作基本上來講 手機應該很難離身吧 不到五分鐘就有人會Call你 不管就賴你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那你如果要輸入的時候 我們一般用手寫 不管你多快,總算是慢嘛 尤其在小的螢幕上面 那我們就可以試看看這個語音輸入 今天來到城大進行研習 等一下 今天來到城大進行研習 我們試看看 我們試看看用這樣的語音輸入方式 您覺得輸入的速度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有沒有發現連標點符號都有 如果你需要的是醫學名詞 我們這邊也有提供磁庫的部分 例如肝臟 胰臟 胰臟 大腸 軟圓孔 都OK 確認一下 有些因為我現在距離比較遠了 所以收音效果比較差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這樣會比你用手寫的快一點 那這個代表一件事情其實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個 雲端服務的時代確實有越來越多的服務怎麼樣 真的就是像這樣直接用 當然它也可以離線 也可以離線使用 那麼如果您是在電腦端的 電腦端的也有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跟各位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時候以後你就會發現 我有寫一篇部落格文章 叫做學習輸入法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因為你現在以後用講的 會比你用手寫的快很多 這樣手又不會太累 你只要負責改錯字就好了 他學的不夠好的 因為你學的比他好 所以你教他 OK 就是先給大家感受一下 這樣的一個科技帶來的方便